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蔡英文过境美国 严重性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是主张台独的 那蔡英文虽然呢 在两岸关系上 他是否定九二共识 然后把两岸关系搞得有一点兵凶战危 可是蔡英文还不像赖清德 在他的服务公职的时候 公然说他是一个台独分子 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 所以赖清德跟蔡英文 两个在中国大陆的认知里面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赖清德的过境美国 严重性远高于蔡英文过境美国 虽然他的职位比蔡英文还要低 所以事实上赖清德要过境美国 去巴拉圭参加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件事情一传开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 就非常清楚的表明了立场 他说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 纵容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他直接把赖清德 就定位为一个从事分裂行径的台独分裂分子 所以呢 美方虽然讲说 哎呀 这个事实上的话 这个中台湾方面的这个领导人 副领导人过境美国行之有年了 包括赖清德也不是第一次 可是问题呢 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的 领导人的候选人 另外方面呢 他又是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台独分子的一个 台湾地区的台湾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呢 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一次在交涉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 立场从头到尾都非常强硬 所以大家就在很担心啊 这一次赖清德啊 随一几只诗愿 那么过境美国啊 会不会对台海的情势又造成了怎么样 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过去两次的这个台海危机啊 一次是去年裴洛西串台访问 另外一次呢 就是蔡英文也是过境美国啊 跟美国的议长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啊 在美国见面 两次都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围岛军事演习 第一次的围岛军事演习呢 正式的把台海中线好 整个怎么样 这一个概念上 一种心理上的这一条台海中线啊 双方啊 军机或者他船舰 互不超越的这个多少年的默契啊 把它怎么收回了 那么大陆的军机舰艇 过台海中线啊 现在已经怎么样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台海中线这个概念了 现在所有的军机啊 大陆的军机啊 在超越台海军中线以后啊 那么下一个线就是啊 24海里的这个临街区的这条线了 所以现在中线已经不讲了 这是什么 拜这个谁啊 拜培洛西访台造成的 那么第二次蔡英文也是不听这个劝阻啊 那么中国大陆强烈警告 在美国跟麦卡锡见面以后呢 中国大陆第二次环台军演怎么样 变成环台的这些啊 不管是军事这个啊 这个军机以及军舰 那么在台湾周围的这种啊 警巡啊 所谓战备警巡已经变成常态化 不是说一年一次或者偶尔为之 现在在台湾的周边的水域也好 空域也好 大陆解放军的好军机跟军舰啊 进行的战备演巡啊 根本就已经常态化 现在已经不是新闻了 说台湾的东部水域出现啊 解放军几号几号舰艇啊 通过台湾的这个好东部水域 或者这个辽宁号通过台湾东部的水域 或者这个好 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在台湾的东部水域 进行什么军演 这些都已经变成了 这已经常态化了 已经不是新闻了 几乎啊 你只要注意新闻的话 三不五时就会听到这一类的新闻 所以过去两次这个好 美台之间的这种互动啊 就造成了两次的中国大陆军演 把过去的一些所谓的现状啊 通通收回去了 造成新现状 那这一次 赖清德 他如果到美国过境 那么会不会造成台海之间又一次新的危机 那这一次危机 他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大家都还在怎么样 都在密切关注 都很想了解 那赖清德去过境美国这件事 是不是已经定案了呢 很不幸的 这件事情定案 几天前啊 蔡英文的发言人啊 已经正式发言说 赖清德啊 在几月几号从台北出发 然后啊 过境美国 然后几月几号 到了巴拿马以后 再过境美国 然后回到台湾 那台湾外交部门的这个发言人呢 也把这些比较详细的 过境的这个行程啊 公布出来 整个来讲的话 当时有人在猜测说 哎呀 赖清德这次过境啊 只会去一个地方 美方只会他在一个点 而且这个点是怎么讲 离美国重要的政治中心 比较远的 就是哪里 迈阿密 而且呢 待的时间会很短 可是呢 后来这个 这个蔡英文政府 公布的行程啊 并不是如此 这一次他的行程 大致是怎么样呢 第一个 他在8月10号 12号下午从台北启程 然后呢 直飞哪里 直飞美国纽约 算一算的话 他如果说是12号的下午启程的话 那么他 这个直飞纽约的话 如果算15个小时 或16个小时啊 他到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好 纽约的时间啊 大概是纽约下午 大概晚上6点到9点左右 这段时间 那么呢 所以他到纽约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是 晚上 那晚上他会有什么活动呢 可能是不太容易有活动 那13号当天呢 照这个蔡英文政府的 新闻的这个说明啊 13号 他会待在纽约 然后同时在13号 他离开纽约 那没有明确说明在纽约的时间 所以整个说起来 他纽约时间可能不会超过24小时 因为他抵达的时间就已经超过晚上 6点 6点或8点 现在不晓得他这个 飞行的这个时间啊 还有他确切的这个启程的时间 这个都没有公布 那他到达纽约以后 那么他一定在纽约会住一个晚上 那第二个晚上 第二天有白天 可能有一整天 也可能是半天 因为他讲说13号 他就要离开纽约 那这个中间他能够做什么活动 第一个 到了纽约呢 他13号离开纽约以后呢 14号15号都在哪里 都在巴拉圭参观参加这个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 然后呢 16号 他会从巴拉圭 大概好 飞到美国的旧金山 详细抵达旧金山的时间呢 不是很清楚 可是呢 也可能早上到 也可能下午到 那么好 可是呢 他在旧金山不会过夜 也就是16号到 他是17号清晨离开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可能连24小时都不到 那就说从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他过去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领导人副领导人过境美国的时候 时间呢 通常是会比较充裕的 在当地可能会呆上 住上起码一个晚上 然后呢 会有比较充裕 甚至两个晚上 会有比较充裕的在当地的一个怎么样 逗留的时间 这次看起来时间比较短 那关键在哪里的 就是说时间这么短 他会不会跟美国当地的人事见面 然后见面的方式是公开的 还是闭门的 这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如果美方想要怎么样 不要过度激怒中国大陆的话 接待这个台独分子 这个赖清德的话 他很可能他可以采取很多方法 第一个 你就不要做户外的活动 你只能有户内的活动 室内的活动 你就留在你的旅馆 然后呢 不要出来到处乱跑 去参观啊 去拜会这些 他大概都不允许 然后你待在旅馆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能跟什么样的人接触 行政部门的人最敏感 那么国会议员次敏感 那如果你跟这些 我认为行政部门 可能美国人不会有人 跟赖清德这次见面 可是国会议员会不会接触 有可能 那接触的时候又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 闭门会谈 外界都不知道 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他这个好 走这个地下室直接上去 然后地下室走 然后见了面以后 也没有什么 也不对外界做任何的披露 这是一种方式 当然就是说 你不见面 没有跟美国的政界人士见面 那是最怎么样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那个刺激性是最小的 那么 有可能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会不会有侨宴 因为虽然他在这个纽约 只待了不满24小时 可是我看了他时间 在纽约呢 在13号当天的中午的时间呢 甚至早餐 他可以办一个桥宴 那这个桥宴怎么办 是不是呢 大规模的办 还是小规模的办 然后呢 办的时候呢 会不会让你完全不对外开放 也没有媒体可以采访 另外也不能发布任何新闻 参与的人都不能把这个桥宴的内容 对外披露 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也有可能他这个桥宴是比较公开的 这个完全怎么样 由美方拿捏 由美方拿捏 让赖清德这一次过境美国 他在活动上面 是能够见到什么人 这个影响 这个是很关键 另外一个 见面的方式呢 是公开的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不公开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会不会像 蔡英文上次要过境美国 说我要去哪里 哪里受一个 接受一个奖 然后我要发表演讲 最后呢 什么都没有 虽然他去了 不想拿到奖 没有 他有没有演讲 也不知道 因为美方规定 这整个活动都不公开 也不能对外披露 所以即使发生了 好像跟美发生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美方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琢磨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操弄的 部分 所以整个说起来 赖清德这次去美国 会接受到美方 什么样一个待遇 完全的这个主动权 百分之百在美国 那所以这一次赖清德 去美国访美 也可以说是 美国重不重视 跟北京大陆的关系 的一个很重要指标 如果说中国大陆 已经话已经讲明了 就是不能够接受 赖清德这个台独分子 到美国从事 台独分裂活动的话 那么美国还是 让他去了 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让他去了 那去了以后 用什么方式 来对待赖清德 又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不过不论如何 赖清德这一次 还是到了美国 而且还要去纽约 跟旧金山两个地方 我认为 中国大陆势必会有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 还是很可能 在两岸关系上 来展现出来 那是不是会有 大规模的军演 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么如果说是 美国接待赖清德的时候 调子拉得很高 或者超乎 大家外界的预期的话 那我想大陆的 这种军事的方案 回应的方案 会比较的 会比较的 这个出手会比较重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赖清德本来 想好好借着怎么样 过境美国 拉抬自己 在台湾选举的声势 可是现在看起来 美国还是考量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并不想变成赖清德 在他竞选活动中的 一个什么样 一个美国被工具化 来被赖清德利用 来作为怎么样 竞选的一个 宣传的一个怎么样 内涵 所以呢 赖清德国内 现在在台湾 有人说 他这次去美国 是过境美国 是失算 如果说 美国给他的待遇 是让他感觉 受到屈辱 受到美国 对他怎么样 抽搐的打压的话 那么台湾的选民会认为 美国并不是支持赖清德的 对赖清德这样 政治背景的 这个候选人 美国借着他过境 展现出对赖清德的 不支持跟不信任 这样对赖清德的选情来讲 不是加分 反而是减分 所以呢 赖清德这次过境美国 是不是到最后呢 可能是怎么样 是正好怎么样 走了一条 也没损到人 可是绝对对自己 不利的一条道路 这就是我们来 可以拭目以待的 不过 反正 时间过得很快 12号又是一件 赖清德踏上飞机机门的那天 又是怎么样 又是两岸关系的一个严重的考验 那我们不禁要问了 赖清德为什么一直要拿两岸关系 来作为什么 赌注 为他个人的赌注呢 来怎么样 来当作豪赌一把的一个赌注 这个已经显示出来 他只在乎自己个人的什么出处 从来没有台海的安危 台湾老百姓的安危 作为他真正的真心的考量 他如果真心的考量台海的安危 台湾人民的安全福祉化 他就不应该笑出了一个怪点子 要去美国过境 所以呢 这个过境 对台湾来讲 绝对不是好事 那么绝对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那如果产生了任何负面影响 所有的责任应该赖清德一个人来承担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